有市議員踢爆說 他被市政府送給林里長的禮品 竟然是中國的黑心貨 而且裡頭的這個修正袋製造日期 早就被動過手腳 已經過氣一年了 並且是在上海市長韓正 結束返臺結束之後 市政府就立刻把這批貨訂了下來 所以也被質疑真是太誇張了 你們的檢查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都不檢查丟臉 真的丟臉 不說還好 一說有抽驗 市議員洪建議火氣更大 市府民政局採購了8000組的文具組 要送給參加言行營的林里長 結果裡頭修正袋被動過手腳 一堆都是過期瑕疵品 他的製造日期是2007年8月10號 他用2009 5月20貼上去 你現在告訴我 這個東西你要怎麼求償 你回答我 你說求償來 契約內容哪一條求償 來你翻給我 這廠商算不算刻意騙你們 算不算 算不算 道場官員被問得啞口無言 更讓市議員氣急敗壞的是 市府買文具不買台灣貨 竟然大老約買中國上海貨 居然摒棄了我們台灣的商品不用 而跑去中國大陸上海來去 來去採購這些東西 韓正走了以後 不是帶來觀光人潮 不是帶來花博的一些參觀人潮 而是帶來中國黑青貨 明知局解釋得標是台灣廠商 因為沒有限制購買哪一國產品 才會出現這個問題 現在會全面清查 要廠商負起責任 民視員長人蔡瑞妍 台北報導